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說武道狂之師的武功 作者喬正夫都是練武之人 所以描寫武打場面是很寫實的 他用武者的角度去寫武俠小說 比如武俠小說一定有耐力,好像很神秘一樣 這本書解釋,耐力是根育高度協調的結果 身體每一個位都協調完美,力量就不會流失 又快又猛 對於每一門武功,他都寫清楚武功的走勢出招 手怎麼用力,腳怎麼出招,造成什麼效果 通通符合邏輯 不過作為小說,一定有些誇張的地方 例如有個角色,他的手臂比正常人多一個關節 廢了一節,還可以用第二節的手肘反擊 誇張過X-Men 但讀者可以從這些描述中,想像到一招一招怎麼打 很有電影感 又例如波龍術王,他是輕功高手 其實是從NBA籃球中的冠籃動作得到靈感 用現代人的科學概念去解釋輕功是什麼 就不是梯雲中輕功,左腳踩一踩右腳這麼簡單 金融小說的高手,多數是法師 九陽神功,六墨神劍,甚至軟弓 場面很生動,也很奇幻 古龍的高手就更圓幻了,喜歡說 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出劍的 而武道狂之師就大叫,我知道他是怎麼出劍的,我告訴你了 高手都是戰士,大部分都很有肌肉,不是一個隱藏的蘇地亞伯 而且,書中的高手都很有武士道精神 他們享受對決,尊重對手 絕對不會抓你的楊廉廷來捅兩刀 只有少數被人看不起的角色,才會落毒之旅 角色的矛盾都會與這種精神有關 例如武當派的搖連舟上天下第一 而副長門雙誠宇武功也很厲害 不過他想用武功來掌握權勢 雖然大家都在練武功 但終極目標不同,分歧很大 當然,有時武道精神是比較難理解的 例如燕橫有機會殺仇人搖連舟 但他不殺,因為搖連舟是武者 燕橫認為自己要堂堂正正擊敗他 不少讀者覺得,滅門之仇啊 搖連舟殺了你整個門派 你還跟他說堂堂正正?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信念的難處了 你堅持一個信念,一定要有犧牲 可能犧牲機會,可能連命仔都沒有了 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嘲笑你 但如果輕輕鬆鬆就做到,全世界都認同你 那就不是武道狂啦 如果你也對武器很有興趣 就不要錯過武道狂之師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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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